強光伴隨著轟龍聲劃過黑夜 連空中的雲朵都被照亮 中科院公告將在八月中到九月初挑選六天 封鎖東部海域進行飛彈試射 彈道高度設定為無限高 但究竟射的是哪種飛彈 也引起民眾高度關注 他只是如果畫設一個危險區 那希望大家不要進到裡面 因為可能會發生危險 這顆神秘的飛彈外界推測 有可能是兩款國產飛彈 若是天空三型防空飛彈 射程達兩百公里 射高則是四十五公里 負責攻擊敵方航空器 若是雄風二一巡翼飛彈 射程可達一千兩百公里 可攻擊中國境內具源頭打擊能力 但近期共軍動作頻頻 十一號傳出有四艘共軍船艦滯流 華東外海 中科院選在此時試射飛彈 是否有參數暴露的風險 專家則認為不用擔心 開始都已經把劇本想定好了 所以我想他在這個操作上 我是不會擔心的 面對詭譎多天的台海情勢 中科院宣布試射 五線高飛彈為國防注入 以及影響行徵 好 知新聞 張正 陳志玄 台北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